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关于香槟的一些投资的情况 这个也是我的专业 也很高兴去年被选为人体的成员 今天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和我的公司 我是07年来的法国 而且至今仍然是生活在法国 今天很遗憾没能到现场跟上海的朋友们一起分享香槟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没能飞回去 所以在线上分享 除了我在酒庄这边 我常年在法国酒庄这样品酒会写很多文章 在国内也有评客文化的公司 能看到我?那我分享一下屏幕吧 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在葡萄酒的这个类别里面的香槟的这一块 那我平时 这个Bito和他的公司呢 在法国 总不是在法国 就是我生活的这个地方 就是香槟省 那在法国的东北部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北京 上海 广州 都有办公室 那其实是在这个全世界的华人世界里面 跟大家分享香槟的文化 以及香槟酒 以及与香槟有关的美好的生活 不只是这个大陆啊 但是呢 在国内的话 因为现在中国的香槟市场呢 才刚刚开始 不像这个布尔多 布奔地 美国就这样子蓬勃 那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一个市场 那我们就有自己的 像左边的这个是我们的官方网站 然后右边的所有的各个这些视频 音频 以及文字信息的平台 都有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信息 所以呢 如果是咱们这些朋友们有兴趣了解香槟 不管是香槟酒 香槟产区 还是整个全世界的这些香槟的新闻 都可以到这些平台上搜索 音频文化 或者Sparkroom Plus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除了反光信息 还做了一个平台 就会有这个 上面有各种各类的香槟 有一两百款 那还有呢 与香槟有关的一些鱼子酱啊 火腿啊 这些都是大家平时非常喜欢的 那一会儿在上海呢 我们这个 音频文化的总经理 品牌大使也会跟大家分享 这些有几款我们精选的项目 那其实在最近这些年呢 尤其像这几年 可能一些投资的市场 不是 就是大家会比较多样化 那除了一些股票啊 证券啊 接近这些投资 大家也会去关注 比如说葡萄酒的投资 老约车啊 还有一些艺术品 那葡萄酒的这个投资呢 在最近这十几十五年的时间 或者说将近二十年的时间 也是比较蓬勃发展 有很多人在关注 所以很高兴 Christine邀请我来跟大家分享 在葡萄酒的世界中呢 比较最特别的一类 就是香槟 那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是香槟专业 或者说生殖品管理专业 但并不是投资专业 所以有一些词 如果词汇 如果不是特别专业的话 请各位 尽量 我们一会儿用好香槟 来跟大家分享 那其实在世界 葡萄酒投资的这个领域呢 其实是 像我刚才说 是上升速度很快的 那这个莫格斯坦利呢 也说在全世界的葡萄酒市场呢 现在最顶级的这些酒 是远远供不英雄的 那当然在所有的这些葡萄酒里面呢 最受欢迎 或者说占份额最大 价值最高 上升最快的 肯定是我们所说的这些 传统的世界最有名的产区 甚至绝大多数呢 是在我们这个词合叫旧世界 就是在欧洲这些葡萄酒 比如说法国的伯根地 伯尔多 香槟 意大利的巴奥 德国的莫瑟尔这些产区 那当然呢 像纳帕 美国的纳帕这些地方的葡萄酒 最近这几年呢 价格也是涨成高的 当然呢 这个也有这个供需关系 还有呢 就是在欧洲呢 有严格的这个原产地保护的这个规定 那这个规定呢 不只是说 在哪里可以产什么样的葡萄酒 比如说香槟 那只有在法国香槟区 那它是一个产区 只有在这个香槟区里 法律规定的 三万四千公顷的葡萄园里面出产 然后还要用香槟的规定的方式 酿造的 才能叫做香槟酒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可想而知 在全世界大概 有产量是大概三亿瓶 那是供全世界所有的人 去享用的 所以这个产量是非常少的 那布尔国文地产区 为什么它的葡萄酒最近这些年大家都知道 价格越长越高 当然品质也很好 那就是因为它的产量非常非常小 所以呢 而且这些产区 其实在最近这二十年 很明显的 这个也是更重视这个品质了 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 比如说罗马尼堂地 对吧 在这样一块小的葡萄园里面 那能出产的量只有那么多 它这个每公顷 种植多少葡萄 产多少这个葡萄汁 都是有严格法律规定的 所以呢 它只能排库最好 也是从这个质量上 去给做产量的提升 那我们说一般投资和酒 选择会有几标准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酒庄 或者品牌 其实我们学品牌的人的话 大家可能会 像我们在法国的时候 会觉得绝大多数的葡萄酒 酒庄的名字不能称为品牌 比如像拉菲亚 康蒂亚 这些其实是酒庄的名字 那相对来说 像奔赴 或者大部分的这些香槟的 著名的酒庄的名字 我们可以称为这个一个品牌 就是品牌 那另外呢 就是有这个年份的区分 那在葡萄酒的世界里呢 我们会知道 比如传说中的82年 拉菲 90年 康蒂 这些非常非常好的年份 那我们会有一些 全世界致命的酒瓶家 给大家 这个给各个年份打分 然后给每一个酒庄的 每一个年份打分 然后大家根据 这些年份的特种 或者说品质 来去挑选 这些年份的 该摩个酒庄的酒 当然这个呢 像年份的这个部分 香槟呢 可能就比较特殊一点 因为香槟 只在最好的年份 才出产年份香槟 所以普遍来说 大家能在市面上 找到的年份香槟 品质就已经是挺不错的 那在一些比较一般的年份 比如说像01年 03年 或者8487 这样的年份呢 就几乎是没有年份效率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定程度上 帮大家筛选吧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一个呢 第三个呢 就是产量 那我们一般来说 肯定是产量比较稀少的 会投资的价值更高一些 各个产区都一样 那香槟区呢 其实整个大产区 每个酒庄的产量 相对来说是可以比较高的 因为是可以混酿 混酿不同的年份 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品种 以及整个产区 它不是说 我这个院子里只有两国禽 我就只能出产这些 所以整个香槟区的产量比较多 但是值得我们今天去探讨 或者说投资的呢 其实量是非常少见的 那像我们这个 一会儿提到的有一些酒 它每年的年产量 只有几万瓶 而且是在比较好的年份才有 可能十年里面才有三个年份 去产这个六万瓶啊 或者十万瓶 甚至是两千瓶 这样的产量 所以稀少性呢 也是这个价值的 很重要的因素 那第四个 跟内相有什么区别 除了产量 那就还有市场上 能买到的量 那我们其实有一些香槟 比如说像沙龙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葡萄酒 像康碧 拉菲 那我们都知道 它价值很高 那比如说拉菲的 其实产量呢 并不低 但是呢 市面上能买到的 八二年拉菲已经非常非常少见了 真品已经非常非常少见了 哪怕是这些 二十一世纪比较好的年份 那其实也在七九的期间呢 就被各个酒商已经买到了 那然后大家会存一部分 然后在逐年的放出 所以在市面上并不是很容易买得到这些真品 酒装出的这些花酒 那第五点呢 就是一些历史上的价格的一些表现 那这个我们可以 我会推荐大家一些平台 那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那当然一些我们最近这些年呢 国内也有很多这方面 葡萄酒方面的专家会给大家一些提示 那第六个呢就是市场的趋势 那我们除了往后看也要往前看 那比如说香槟呢 就是市场趋势 非常非常明显 大家都在关注的一点 那前些年大家知道 古尔多 伯根蒂 古尔多先活起来 然后伯根蒂 那下一个是哪里呢 是罗拉科普 还是香槟 还是有其他品类的清酒 那这些也是很多人会关注的 那最后我把这个酒瓶加的一些打分呢 就没有加重 也没有加到上边的六个里面 因为香槟这一点 会比其他一些产区 我觉得我认为更多一些 因为首先呢 香槟 其实品牌仍然是还是比较重要的 年份比较重要 那每个品牌的特性也非常重要 在一个目前来说 香槟还没有像帕克 或者像Jasper Morris这样的 世界级的单一产区的酒瓶加 那再一个呢 可能香槟的爱好者 我们会更注重一些生活的属性 一些品牌的属性 以及个人的感受 所以呢 大家参考这一方面呢 会比较少 那左边呢 就是现在这个投资市场里边 各个葡萄酒产区 对这个比例 那我们可以看到 香槟目前呢 仍然是比较少 那我们其实推荐大家 参考的这个葡萄酒 投资交易的平台呢 就是右边这个伦敦的这个 葡萄酒的这个投资交易中心 大家可以搜索他们的网站 他们也有中文的公众号 市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不到就投资市场的一些信息 那我们画出来一些这个图表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看香槟的这个 在投资市场的表现还是 尤其是最近这五年和十年还是非常好 那对比波尔多 其实在波尔多已经在投资市场 拍卖市场 以及消费者市场流行很多年了 那香槟呢 在最近这五年的这个表现 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一直在增长 这个比例呢 也是逐年在增加的 那我相信2020年 大家过得比较辛苦 在庆祝各种庆祝 开心不开心的时刻呢 开香槟可能会更多 那目前也是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一期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从数据上分析呢 香槟其实是整个葡萄酒投资市场 表现第二好的 那第一好的呢 那肯定就是国工地产区 那至今当然是要领先的 那除此之外 香槟就是现在非常有潜力的 那它其实呢 香槟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一点 就是香槟不像其他的产区 是open market 就是有很多的酒商都可以去销售 这样的在全世界销售 它的国工地 或者博尔罗或者尼亚卡这些产区的酒 那香槟呢 在全世界各个产区 这些比较好的酒庄 几乎都是单一 进口商 独家代理 而且酒庄有严格的价格控制 所以目前来说 新的年份 价格也是全世界比较稳定 很透明的 那在品牌属性也造成了 这个价格很透明 但同时呢 它的这个回报呢 也就是比较稳定 可能没有那么高 但是呢 我们这个波动率是很低的 而且香槟呢 普遍来说 这个一转以来的规则就是 比如说唐贝林奥出了08年 那它上一个年份的价格 就会涨很多 那若玉王菲舍金 这样的相比也一样 过去的年份 就会价格就是上涨的 几乎我目前仍然没有见过 老年份在保存储存 这个运输条件都适当的情况下 价格会下降的情况 几乎我是没有见过 那主要的一些趋势呢 当然就是一些年份香槟 尤其是一些比较老的年份香槟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亚洲市场 因为在最近这个五年吧 亚洲市场的这个表现 非常非常好 那之前呢 其实香槟一直以来 除了法国 最大的市场就是英国 美国和日本 德国和比利时这些国家 那投资市场呢 主要就是看宁敦和纽约 那最近这几年呢 其实亚洲市场 尤其是香港 新年坡这样的地方呢 就是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再一个就是 我们全世界所有的这些 香槟的爱好者和收藏家 其实是非常成熟的 那在亚洲也有更多 更成熟的 或者说更了解葡萄酒的一些 真正的行家 去参与这些葡萄酒和香槟的投资 那就会有更多的多样性 比如说我们知道的 我会一会儿会列举给大家 这些最知名的葡萄酒品牌 那以前呢 大家只喝透明香槟色 白色的香槟 那现在呢 有很多人去投资 比如说桃红香槟 以及我后面写的这个 就是这个小黄香槟 我们现在的这些独立的黄香槟 也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 那为什么香槟比较独特 我在前面也跟大家说过了 那就是香槟产区 就是在法国最北边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那只有来自这里 法律规定的三万四千公顷葡萄园的 用规定的方法酿制的 然后存储了到规定年限的 才能叫做香槟 所以全世界其他产区 都叫起泡酒 可能有自己的名字 但是都不能叫做香槟 那这个也是希望 我相信我们今天听的朋友们 肯定都是 经常会了解到香槟的 那我经常看网上的 大家也是全世界 我们这个香槟协会也在重点的 去做这方面的原产地保护 那种香槟酒制来自法国香槟区 这个是一定要清楚的 那从这个表格上 我们可以看出 表现最好 或者说目前最受关注的 这八个品牌 或者八款酒 那其实呢 每一个酒庄有很多款酒 比如说我们知道 这个有唐佩里农 是明月 就是玄尼是一个集团的 或者说像我们现在第二 第二的这个 郭云者 那它是一个酒庄 但是我们说 把它放在投资市场的呢 就是它的最顶级的 一个年份酒款 下面这些都是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什么叫最顶级的年份酒款 其实我们香槟呢 就是 还是有很多的级别 那它即使在香槟 在法国呢 香槟的单一是 维尔的属于 收拾品范围的 葡萄酒 那其他产区都不属于 那在香槟内部 或者说我们也知道 香槟没有 特别便宜的 入门门槛比较高 那当然目前来说呢 也没有特别贵的 就是因为市场价格 控制的好 虽然它的不管品 品鉴的品质来说 还是价值 都还是非常高 而且很独特 那香槟世界里面呢 就 分为 也是不同的级别 那我们说最下边的这些 就是这些 超市化 市场化 是不是大部分的酒 可能占到整个香槟产区的 百分之 七八十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就是我们在 翠节各地 超市里 或者说一些 我们可以就说 这些五年份的 滚酿的香槟 甚至一些 比如说 不太知名的这些品牌 也有一些比较大牌的 这些入门款 那中间的这一级别呢 就是 我们说相对来说 品质比较好的 一些年份香槟 但是一个酒庄 它不是只有一款年份香槟 比如说这个 丘吉尔这个 Polo Roger这个酒庄 它那个 Vinston Churchill这一款呢 就是它最顶级款 但它中间也有一些 12209这样子 常规的年份系列 那这些呢 其实主要是 在全世界 米其林餐厅 以及一些香槟爱好者 去引用的 我们管它 叫做配餐的香槟 因为香槟其实 非常重视配餐 而不是像大家 只看到 在夜店里啊 或者在一些 庆祝的场合 那一些 细长的香槟杯 去引用的 那绝大多数呢 像香槟人呢 还是意在把它 放在全世界 最顶级的餐桌 跟大家分享 那最上边的这些 就是我们 讲投资会提到的 我们法语就要看不再看 就是精华中的精华 那就是在每一个酒庄最顶级的酒款 几乎都是免分的 那这些酒款有什么特征呢 那我目前 我前面摆的这些 都是这样的酒款 我一会儿所有的 PPT里面 画出来的香槟 也都是 这个精华中的 中的精华这一部分 那这有什么特色呢 首先 它是一个酒庄最好 中的最好的一个酒款 或者是整个全世界 比如说我们今天 投资讲到的 这些酒款 在香槟的世界里最顶级 同时 它在整个葡萄酒的世界里面 也是最顶级的 它是跟我们在一些极客 葡萄酒极客的餐桌上 会看到 一瓶顶级香槟 一瓶拉肥 或者拉肚 然后一瓶康蒂 一瓶拉大石 然后一瓶什么笑音这样的 所以这些呢 都是同意 全世界最顶级的葡萄酒 那第二点呢 就是说它一般都来自 特级村或者一级村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大家可能要 注意一下 那我们说在波尔多 一个 我们说格康克 是一个特级村 那在波尔多根地呢 就是一个特级田 一小块田 那在香变区呢 它是一整个村子 这个克这个词 是代表一个村子 那 这个我们 它只来自特级和一级村 就是说它用所用的葡萄 是来自这些的 那我们有320个村子 其中呢 只有17个特级村 和44个一级村 所以这个比例 还是非常少的 那只是选择最好的 这个葡萄类炒相 这个葡萄品种 或者和这个土壤 就合适的这些葡萄 这些果实 那一般呢 也是来自比较老的藤 因为比较老的藤呢 会有更多的 这个集装度 复杂度 带个这个香槟 更多的 风味上的体现 那还有呢 就第四点呢 就是我们 其实很多朋友 可能会注意到 香槟的这些顶级款 瓶子都还是比较独特的 甚至是很多酒庄 它有注册自己的 特殊的瓶型 然后还有一些 比较好看的包装 那而且所有的 这些包装呢 都是酒庄指出的 香槟酒庄 在这方面控制的 也比较厉害 你们会设计 独特的特殊材质 或者特殊设计 理念的这些包装 也比较适合 大家作为朋友 或者商业的礼品 那在一个价格 相对来说 是在香槟世界中 比较高的 那我这个第六点呢 其实给我们的 就是只用这个 出榨葡萄汁 因为我们这个 是酿酒上呢 榨葡萄汁 可以算在几个阶段 那我们可以说 这个最出榨的 这个部分 是最精华的一部分 那绝大多数呢 我们所说的这个 葡萄这个 酿造者自己的葡萄园 就是因为其实 绝大多数的 香槟酒庄呢 是除了有自己的葡萄园 还可以去收购 其他人 其他果农的这个葡萄 来酿造这款香槟 比如说我们知道 一些非常知名的 大的酒庄 那它有几百万瓶 甚至上千万瓶的产量 但是它的葡萄园 是远远不够供应 这些是产量的 所以它会去收购 其他果农的葡萄 来酿造自己的酒 但是一般来说 它的这个几款 会尽量使用 自有的葡萄园 因为这是怎么样 它葡萄园的种植 比较好控制 那果实的品质呢 就会相对来说 更有把握 那而且 下一点一点呢 就是绝大多数的 顶级的香槟 都是单一年份的酒款 那这个有特例 比如说 罗兰百万瓶的盛市 但是目前绝大多数 投资市场的重点的酒款 都是单一年份的项铁 那就不是每一年都有 那我们就会挑 比较好的年份 以后后面呢 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 年份的信息 以及在我们 并非文化的公众号上 我也写过几篇文章 历史上最好的年份 21世纪最好的年份 90年代最好的年份 那大家可以来参考 那还有呢 就是成年时间很长 那这是香槟 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点 那我们可以买到 16年17年的 世界最顶级的红葡萄酒 或者白葡萄酒 但是香槟 法律规定 年份香槟呢 首先要至少 较长三年才能出厂 然后这个成年的时间呢 是对香槟的这个复杂度 它的一些香气的丰富成果 和它这个 我们所说的一些 成年的香气 以及气泡的细腻和 这个细腻和丰富的程度呢 是非常 是有正相关的 所以呢 绝大多数这些酒庄 它的这个 会把最顶级的酒款 成年很多年 像我们现在市场上 最新的 唐贺铃的年份呢 就是 108年 马上会出10年份 那还有我们 比如说 我现在面前的这款 Rare 对吧 那最新的年份是 06年 现在市场在售的是 2002年 那库克呢 才刚刚推出了 06年的香槟 那所以说 这些酒 在酒庄 就会被珍视 然后被 这个 在酒庄里 就 酒庄帮大家 叫藏了十几年的时间 才会出场销售 所以说 它是 有这个储存 我们 就可以 这个部分是 香槟 这个保证品质 以及它价值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因素 然后还有一些 艺术家的收藏系列 那这个熟悉 香槟的朋友 会知道 比如唐贺铃 跟救命的一些艺术家 什么Jeff Fon 这些呢 会有一些艺术家收藏款 那这些也是 在市场上非常罕见 很多收藏家 会去寻找的 然后一般来说呢 都是 以前很多人 会觉得 香槟都是甜的 但是最近这几十年 香槟绝大多数 尤其这些定期款 都是比较干的 那Bruton呢 在香槟里 就比较干的一次 从0到12克的葡萄 那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大家喝到 很好的香槟 就不会有 特别甜的 这些种款 然后几乎每一个 顶级款 都有他自己的历史 他的故事 或者酒庄 特殊的一些哲学的体现 比如说我们说 唐贺铃龙 他背后的故事怎么样 传说中 他是香槟的创始 创造者 那其实这只是个传说 但是他仍然在香槟区 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很重要的贡献 那这些呢 都是赋予 他顶级款 一个 另外更特殊的一个价值 那所以我们说这些酒的主要的呢 就是它的这个独特性 它的这个价值所在 它带给大家的这些愉悦感 我们看到 在任何地方看到这些顶级香槟 会觉得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那还有一些比较传奇的一些色彩 一些我们在一些重要的场合 那会想到的肯定就是 开世界最顶级的酒 和人生中最重要的人 这个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是统一问我 还是我要随时回答呢 那这个 我先往下来说一下 然后一会儿统一回答大家的问题 那这一张表格呢 其实是给大家举个例子 其实在全世界最受欣赏 或者最顶级的葡萄酒中 那重点标出来的这些是香槟 那我们可以 这张图想给大家表示什么呢 就是目前来说 如果我们在想投资来说的话 或者说不管是投资 还是个人饮用 我们去享受它 在生活中去体会 那其实相边呢 相对来说 在同级别的葡萄酒 这种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理 很合适的 还目前 很容易入手的 那我们可以把 比如说第一款 巴黎之花的一个特别版 07年 或者说像太廷哲的伯爵白 还有这个酷克 对吧 那都是一两百美金 一瓶 那路易王菲水晶 会贵一些两三百美金 它的桃红大概五六百美金 或者欧元 那瑞尔的话 在国内也是大概一千五六百块钱 唐贝里蒙 P1的话也不到两千 然后P2的话 其实也大概三千块钱 那这些香槟呢 都是可以跟我们的巴尔拉菲 我们的那个罗曼尼康蒂 我们的Baitwist 我们的拉图 孝英 孙富国人这些酒 放在一起去评件的 那我们可以说 在同一个酒桌上 那我们带一款定级的香槟 或者说我们自己品尝 这个最极致味道的时候 香槟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目前来说的一个品牌 那这一张图上呢 就是目前 投资市场 以及拍卖市场 最受欢迎价值 大家最应该关注的酒款 那第一款呢 就是这个沙龙 沙龙呢 是目前在不管在投资 还是拍卖市场上 表现最好的一款香槟 那它呢 这个前几年的这个价格的涨幅 在前几年是超过茅台的 但是茅台最近这几年 在国内这个非常火 那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它很独特 这个酒桌呢 只有这一款酒 只来自一个特级村 只有年份九款 它只有这一款酒 那在历史上呢 只出过四十二个年份 就是从1905年 到现在一百多年间 只出过四十二个年份 那我们这个 所以它的这个稀缺性 那它酒桌 它们最好的年份 就产生即使比较大 像离子这样的年份呢 也最多只有六万品 那像它的08年份 那我们现在全世界呢 也是完全几乎强的 就是它这个08年份 只出产了大瓶状 就是1.5升 没有这个正常平行的 而且只在这个收藏的 这一个木盒子里面 那我们现在国内 是还有几套 就是套装 就像我们买这个薄品一样 是要配货的 那一个大瓶的08年 然后再加两瓶零四两瓶零 用两瓶零七 同一时间处刹才能出场销售 所以它的稀缺性 以及它这个 在明年西欧日这个特级村 然后全部最好的 霞多利文样的这个 我们说它代表最顶级 优雅的白跟白橡皮 所以呢 它其实在投资上表现非常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唐克里农 这是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一个酒桌 那是一个橡皮区 很传奇的酒桌 从酒标上呢 就很独特 它的瓶型呢 也是来自这个 一个很传统的 注册的一个瓶型 那不管是它的白的 还是桃红 还是现在市面上的 PRP3 都是在投资和开外市场 表现一直以来 非常非常好的 那就是唐克里农 尤其库克呢 那是我认为 也是香槟中 就唱最底最好的 最底级的香槟了 那这两个酒桌呢 就是一直以来 在投资这个市场上 都是 这个一直以来 表现非常好的 然后第四个呢 其实第四个 第五个 可能只有比较了解 或者喝过一些香槟的朋友 才会知道 那就是这个保龄爵的 中文叫保龄爵 风年香槟 然后第五个呢 就是台平哲的 伯爵白中白 那这两款呢 其实在香槟的世界里面 一直以来 也是非常非常有名 也很受大家欣赏的 可能在国内呢 我们目前还在 尽量的推广 大家知道这些 其实极精品的 比如说保龄爵的这一款 那一直是 零元气电影里面 预用的九款 那它也是 这个英国皇室认证的 然后也是 几率非常好的 那这个 它是一个混量的 主要为Pino为主的 全部在项目口中 酿着的 香槟 顶级一款 那然后第五个 这个太平哲呢 这也是一个白中白 那它是这个 香槟伯爵 原来香槟呢 是在这个伯爵的领地 然后也是传说中 这个香槟伯爵 十字军中带回来的 这个霞多利的 这个祖先的这个支柱 然后这一款呢 也是 它价格 还没有那么高 但是品质 一直以来都非常稳定 从1952年 第一个年份开始 它就 每一年的品质 都非常的好 也是这个 我们说行家 非常非常认可的 一个商牌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这个 路易王辉水晶 相信这个 也跟唐克利诺一样 大家都知道 而且很多人 会在一些场合中 都见过喝过 那这个呢 就是传说中 俄国确实是 这个俄国沙皇 最喜欢的一个酒款 为它单独 特别定制的瓶型 下面是瓶的 因为不能去藏毒 或者藏一些其他的 然后酒瓶呢 也是透明的 这样子就可以 保证这个 沙皇喝的时候 不会有任何的风险 那这些酒款呢 都是目前来说 我一会儿会每一页 每一个给大家说一点 那下面这一页呢 就是在比较新的 最近这五年开始 在香槟这个 大的品牌里面 投资市场会表现比较好 得到了一些关注的 那比如说 这个最左边的这个 我认为目前香槟区 品质和颜值最高的 颜值最高的 这样的一款酒 就是这个RAR 那它呢 其实原来是 白雪酒商的一个顶级款 现在它单独 成立了一个品牌 就叫RAR这个 那为什么RAR 为什么罕见 它从1972年至今呢 只出过 这个11个年份 11个年份 那目前最新的年份 是06年 我们中国市场 在售的是02年份 马上就没有了 那这个也是很 这个上面这个 金色的蕾丝边 是可以拆下来 当着皇冠 给您身边的 最美的女生 呆在头上 所以是就是很多 朋友非常喜欢的 一个酒款 那第二个这个 Jackson呢 这个其实是 一个酒商品牌 所以我把它跟 这几个酒款 放在一起了 但是很多人 会把它认为 是独立的 酒能小龙香蕾 因为这其实是 两兄弟 非常酒能香蕾 里面的 很重视 不一样的风土 做单一底块 像我放出这张照片呢 就是一个单一员的一块 突出风土概念 而不是品牌特性的 一款香蕾 那这样的呢 也因为大家更了解 像您追求口感上 或者一些独特性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呢 会去 不管投资市场 开卖市场 还是去找它 而且产量非常小 那像这一款 这个 Avis的这一个 单一员酒款呢 每年就有几千瓶的产量 就供全世界大号者 那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说这个 查尔斯的千年之百 那这个也是呢 至今呢 只出过六个年份 第一个年份是83年 那也是 目前来说 只有小了解香槟的 房家才知道 或者喝过 那品质是非常好的 一个白种白的香槟 为什么叫千年之百 因为它 这一款和我们前面 说的这个 太平泽的伯爵白种白 所存储的这个 教堂的这个酒窖 地下三四十米深 如果大家来到 法国香槟区 我们可以大家 带大家去参观 这个地下三四十米深 公元三世纪 巴洛罗马时代 建的这种 上千年 将近两千年的酒窖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叫起 这个千年之百 然后第四款呢 这个就 亨利吉霍的 这个顶级款 叫阿洞 那它第一个年份呢 就是2002年 前面的它的顶级款 都是滚酿年份的酒窖 那从2002年开始 这个阿洞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香槟区有一个森林 叫阿洞 其实我们这个 很多的朋友会觉得 老酒不都是在 项目桶中量值 但其实在香槟区 用全部用项目桶 量值的酒窖 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 就已经非常非常卡建了 那亨利吉霍这个酒窖呢 想复兴这个 是最传统的 用项目桶量造的方式 而且呢 是要用香槟区的项目桶 所以他就选用香槟区 这个阿洞的森林的项目 来做了自己最顶级的酒窖 而且为之命名 那这个在投资市场上的表现 怎么去衡量呢 那比如说现在 它最新的年份是2012年 那02年呢 在最出厂的时候 在法国大概是300欧元 但是现在如果能买到的话 已经要大概900多欧元了 所以是涨了三倍多的 而且呢 它全部都是限量标号的 最好的02年份产过 02和04年份产过 8000平每个年份 然后像08年只有4000平 所以是全世界这样分调 是很少能再涨到以前的 这个02年04年的 所以也是这个在价格涨得很快的 一个酒款 顶级酒款 然后再下面这一页 就是另外一个趋势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小黄香槟 那其实在上个世纪 或者说在这个21世纪前十年呢 大家主要关注的 还是我们前面的这些 我们说酒商 或者说大品牌 知名品牌的这些顶级物款 那最近这十年呢 我们不管是在投资市场 还是拍卖市场 这些是顶级的 最好的 最知名的 最被认可的这些小龙香槟 独特的这些小龙香槟 也是逐渐的得到了 很多很多的关注 而且势头是非常非常强势的 那最应该拿出来 或者说大家都听说过的 就是最左边的这个 这些酒龙香槟中的鼻祖 他让全世界的香槟爱好者 葡萄酒爱好者 知道了 有一个品类 叫做独立酒能香槟 叫做葡萄香槟 他想突出 葡萄园的种植 突出这个酒能的个性 然后自己独特的样的方式 在这个酒款里面 那后面这几款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我认为小龙中最好的 也是跟这个库克沙瓶评级的 这个就是小龙里面 专注于白中白的 那这个呢 我在中国这几年各地活动 也带庄主来过 那也是得到了很多很多 把酒爱好者的 非常关注和喜欢 所以做一些评价 这个垂直的品鉴 在纽约 这一款酒呢 也是被看作跟库克沙瓶 糖尼里能P2P3同级别的 一个单元的 白中白的酒款 然后第三个呢 这个叫生命之花 那是一个生物动力法 像我们说有机的一个香槟 那它呢也是 因为它第一个年份是06年 那前面这一款白中白呢 第一个年份是2000年 它06年呢 其实也是前几年才出厂 所以最近这几年 在全世界突然就 可以说是爆火 那除了因为酒的品质好以外呢 还是因为这个酿酒的人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非常相惜 要尊重自然 所以一些甚至一些佛教 一些哲学的理念 所以他会把这些想法应用到 不管是酿酒的过程 种植的过程 甚至是我们可以看 它这个酒标 以及它用的这种紫色 像它上面这个包住 这个酒塞的这个纸 都不是金属的 它还用这个纸 觉得更天然的一种方式 来去呈现它这个酒款 所以呢 它名字也取名叫生命之花 那其实这个Floor of Life 这是一个 我们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 一个可以说是正确 或者说宗教上的一个理念 一个万无之源的一个意思 那后面这两款呢 一个是Ulysses-Kolan 也是一个产量非常小的 它04年才回家酿酒 的一个独立酒农 那目前呢产量大概在几万平 然后它也是逐年 就是很快被大家认可 因为它是这个Sylos的学生之一 然后最近这几年呢 也在各地很受喜欢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贝亥石 贝亥石呢 是目前来说在全世界 还几乎只能在这个最顶级的 米其名餐厅才看得到 那中国呢 我们也是主要是在这些 好的酒店餐厅去呈现 然后市面上呢 也会有一些 它的这个 像我们今天这一款 那中国的配额呢 就只有几十瓶 也是品质非常好的 主要突出它酒农性的两个 种植以及釀造技术的酒款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唐布里农呢 就是这个大家很熟悉了 那其实木齐探的第一个年份呢 是21年 那1921年到43年之间呢 它其实是这个 明月酒康的年份酒款 来做的 在特殊的平行里面 然后47年之后呢 它就是单独这个重视 就不是说重视起来 单独分出来了 然后只用这个 目前是小洛丽和黑皮笼 两个葡萄品种 几乎是用了这个 路易明轩集团 最好的这些葡萄 来自于这个17个特级村 以及一个一级村 就是唐肺里农修道院 所在的那个是一个 一级村的葡萄 来混合酿制 那我们在投资市场 目前如果说中国 大家想要关注 或者是入手的话呢 那21世纪 目前最好的年份 就是02和08年 那中国仍然在售的 就是08年 当然这个也 没有多少库存了 马上就会上了 010年 所以如果大家考虑的话 08年是一个 可以说必须入手的年份 我自己也要存起来的一些 那我现在图片中的这一款呢 是它的一个特别的酒标 就是在08年呢 是18年上市出售的 这个储存了90年到10年的时间 那08年这个特殊酒标呢 就是换了酿酒师 那前一任酿酒师呢 在酒标28年的时间 然后在18年的时候 交接给了他的下一任的酿酒师 可能有一些朋友在国内 或者说在看到一些照片 见到过这个万丧 那这两个人的交接是在18年 那那算到酒庄呢 这个08年 就是他们一起开始 去传承的这样一个年份 所以这是一个传承的特别版 那除此之外呢 我手上的这一瓶 就是它今年的艺术家合作款 我们可以 它每一年 最近这 从03年一开始 02年开始 每一年呢 都会有一个艺术家的特别版 那全部都是手工 打造的这个 铁纸的这一部 酒标 那这 它的1.5升的这个特别版 也是只有200平 全市的两平 每个这个 只有 每个市场只有两平 然后就是沙龙香槟 刚才这个也给大家讲过了 然后路易王菲水晶 图片上这个是它的桃红 然后这个伯爵白中白呢 也是这个最近这几年 在投资市场表现非常好的 酒款 然后库克 那图片上这是一发的白中白 它这白中白呢 只有不到两公顷 它的黑中白呢 只有0.685公顷 所以这个产量是非常少的 那自然在投资市场 也是非常受追捧 然后就是我们说 也是最近这几年 在投资市场非常抢眼的 宝宁爵的这个封年系列 然后这个瑞尔这些酒款 和这个查尔斯的 纪念之白 以及这个香槟区 第一个单一元酒款 我们左边这个菲利宝纳的 这个歌曲员 以及右边这个丘吉尔 以丘吉尔命名 也是他最喜欢的这个酒装 Hororger的Servic Station 那目前国内呢 也是刚刚上市09年份 那这些酒农香槟 刚才提到了呢 除了最左边的这个Sales 国内呢 目前右边的这四款 也都是有一点点配合的 那一款的话 每一年中国就几十点配合 那推荐大家怎么样去选择 这些什么样的香槟区投资呢 第一个呢 就是品牌 那刚才我们列出来的 这些品牌 其实是大家最 目前来说 最需要去关注的品牌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年份 那年份 我右边这两个二维码 一个是我写过的文章 将军历史上最好的年份 比如说会有28年 或者说像这个 7379828588 9096这样的年份 里面有具体的描述和推荐的酒款 那下面这一根呢 是二维码 是这个21世纪最好的年份 大家可以去参考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在中国来说 咱们刚刚进入这个香槟的一个时代 可以去关注一些新的年份 从现在开始 开始做这些香槟酒的投资 那还有一些呢 就是艺术珍藏系列 大家呢可以 一般来说成为某个品牌的VIP之后呢 会得到一些费用 那这些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些艺术家 比如台庭哲就邀请过这个赵乌基 做过一些特殊的品行 那唐瑞隆呢就邀请过更多 这些世界最知名的画家 或者艺术家来做的特别酒款 但是中国是投资市场 我觉得需要出一些问题 第一就是葡萄酒的来源 因为世界这个葡萄酒的这个投资 我们这个葡萄酒的来源和品质是很难说的 所以呢我们还是尽量去寻找 最这个葡萄酒庄的官方的进口商 那在中国来说呢 也都是独家的代理 所以而且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比如说我个人储存的一些酒 或者在国内现在想跟拍卖市场合作 投资市场合作 没有这些官方进口的 这些香槟是没有办法再去出售出售的 所以呢这个也希望大家 更多关注这一点 在国内和国外的投资这一方面 然后就是这个运输或储存 储存非常非常重要 很多人以为买了一些好的 或者说老年份的香槟就一定好喝 但其实因为香槟是一直以来 这个在葡萄酒的世界里 地位和价值都非常高的 那不是说最近这二三十年才活起来 所以呢也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就是全世界的这个顶级的 葡萄酒爱好酒都喜欢的 所以呢这个可能被转手转卖的 这个次数就有点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重来源以及储存 储存怎么样 但是大家呢 这个可能如果在座的这个听的朋友们 有兴趣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葡萄酒的储存 因为在国际市场上 有很非常非常专业的葡萄酒 专业储存的场所 不管是酒窖 还是自己家里的酒柜 但是在国内 目前专业的酒窖还非常非常少见 那我们存这些顶级酒款的时候 不管是香槟还是红桃酒 那是非常需要很专业的酒窖的 那比如香槟需要什么呢 闭光 千万不能有这个光照 然后要恒温 恒湿 不能有震动 那温度呢 最好就8到12度之间 然后湿度呢 起码要80%以上 要不然它这个木材就能干掉 所以所有这些念素决定起来呢 那希望大家呢 就去更多了解香槟 了解香槟市场 然后有任何问题呢 也可以 这个是我英国文化的公众号 上面有我们这些年分享的 很多很多关于香槟酒 香槟文化产区的信息 也可以搜索我们的网站 和就是我们前面列出来的 中国各个视频音频的平台 以及文字内容的平台 和我们比如说商流杂志 我们也偶尔会写一些关于香槟的文章 然后现在今天在场的呢 也有我公司的 冰冻文化的总经理 阿丽西亚 他也是法国农业部 受宣的这个骑士 这个比我这个香槟骑士 和校尉高级很多 大家有任何关于法国葡萄酒的问题 香槟的问题 也可以问他 以及一会儿会在现场 跟大家分享 我给大家挑选的几个 特别艺术酒标的酒款 是我们冰冻文化的品牌大使 那他呢也是在法国生活了十几年的时间 期间呢也周游了一百多个国家 是然后很喜欢 有关于香变的这些 世界最美好快乐的这些生活方式 然后跟大家分享 这几款 它是独特的 不管是酒的品类别上 以及这个 酒标上 以及一些生活上的一些 这些领悟吧 然后加上呢 今天会搭配 卡路加的玉子酱 那卡路加的玉子酱 可能很多人朋友也会听说过 或者说品尝过 那他们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玉子酱的生产商 但是这个 法国很多旅行的餐厅 或者定级的品牌 也都有 它们欧元的铁盘定制 那我们今天拿的是 他的俄罗斯巡 和凯伯瑞巡 凯伯瑞呢也是 是个 他们自己创造的一个品种 也是可以大家去 体会一下 我们特别做的 跟这四款相片的搭配 那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大家邀请大家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然后也可以管 Christine要我的微信 连接方式 然后我们继续保持练习 有问题 好 这个 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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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 是 有问题 有问题的朋友 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好 不客气 不客气 同学 有问题 不是 大学 你不客气 我也base 对 对 我认识是 第一个是 哦 你说到这一句 对 然后呢 我看看当面的小朋友 大家有个地方 讲 论的话 随时都可以讲诚 呃 其实大家都 都会讲诚 我想问一下 刚才梦雷也提到过 就是香槟跟 别的气泡酒的区别 大家知道吗 就大概说一句 对 对 就是第一眼 就是第一眼 香槟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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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 按照 所以说他要求贵 马上 开